欢迎收看王思佳的完美频道 水 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说水吗 嗯 你经常有夕阳夕下 阳光沙漏打下来 王思佳都不王思佳 我不像有一些人 今天要讲一些漂亮亮的东西 毕竟你也知道我的观众群 受众就是一些漂亮的女生 我觉得身为一个double twenty超过的人 保养这件事情是每日一定会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可以用的保养品 你们有没有发现 中国台北的天气 阴晴不定 太阳到底在哪里 导致你的肌肤会有一些敏感 泛红 小细纹的问题出现对不对 哦没有关系 我要每来为大家推荐一款 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的 twenty穿袭海深水 海深水呢是特别针对现在的 湿热气候所设计的 它里面呢有来自于加拿大 爱德华岛的海星体羌翼萃取 以玻尿酸海宝石 它可以修护你的肌肤舒缓 泛红让你的肌肤水嫩又透亮 而且呢这个产品让我非常安心的是 它是MIT 它还是由新北市化妆品商业工会领事长 领先开发品质真的很有保障之外 还有星光医院的烧榻商医师 推荐给敏感肌来做使用 现在买超级无敌划算 因为还有专属用会 使用期间我还会搭配他们的 人鱼之类精华液以及日月重生霜 保湿效果真的非常的好 肌肤状况真的会变得很稳定 尤其是上妆之前 肌肤状况真的跟之前比起来稳定多了 下午呢使用完海神水之后呢 我就会搭配这个人鱼之类的精华液 他们家精华用起来呢 真的是延展性非常的好 用量也不用多 轻轻一推呢就可以像是这样子 然后呢在按摩稍微下降 就吸收了 皮肤上面呢会形成一个自然的屏障 然后呢也不会跟你后面的底妆打架 所以在上妆前呢都可以安心的使用 那我早晚呢都会用这个日月重生霜 他们家的包装我觉得很贴心 它是采用像这样子按压型的 所以每一次要用的剂量呢 都可以自己来取用 那早晚呢都可以做使用 在妆前用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保湿水量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你看 所以呢在上底妆之前呢 都可以用他们家的产品 整体来说呢 这个保养品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保湿 让我的肌肤焕然一新 尤其如果你又是敏感肌的朋友的话 啊 真的大力推荐你跟着我一起使用 皮肤真的可以水亮又健康哦 那我就先从护手霜开始好不好 我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两支 一支是这个就很可爱啊 它的这个包装其实是一个粉红色的 那其实这一支护手霜我觉得它也满好用的 它算是小股大碗 随时随地想擦就擦 那它本身的香味 你可以闻闻看 我我满喜欢的 清香 哎怎么样 这个味道很特别耶 哎你没闻过这种味道对不对 这个味道是让我觉得会比较沉浸下来的 这个是在我朋友的店里面买的 那我主要是觉得说 它的包装是我喜欢的粉红色 然后它香味又喜欢 价格又才149 那就是毛起来用啦 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你是小肢女孩 又想要护手霜 又喜欢这种比较特殊的味道的话 那我觉得149的这支其实就很推了 那另外一款那就不用说了嘛 我们的这个海洋拉娜 这支是比较小莫数的 如果你换算莫数的话 以我这个30莫的话 大概也要个1000多块钱 那你看这两支就差10倍 我当时会有这支护手霜 其实就是想说我们的手要喜欢一下嘛 那因为我自己有买过他们家的乳液跟乳霜 那就想说那是不是也来试一个他们家的护手霜 感觉一下 这种手不奢华的感觉 那我不得不说啦 海洋拉娜敢卖这个价格 它就要有这种实际的感受嘛 所以其实这支插起来的状态呢 我是觉得如果它卖我这个价格 我知道这支海洋拉娜 插起来是这个触感的话 我是可以过关的啦 当然它的味道当然没有像这支这么样的重 因为这支就是没有特殊的香气 但你说这两支我会不会都用 我都会用 这两支能不能都买 我觉得都可以 但如果你是预算上面的考量 你只是想要插个护手霜 有这种体感感受 那你就从100多块钱的入手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有在追求插护手霜的人 那我真的可以建议你就是可以冲一波海洋拉娜 下一个我来分享一下精华液的部分 因为我本人其实是一个 非常喜欢用精华液的人 我觉得我在做任何的保养之前 不管是我要做一些基底的按摩啊 都离不开精华液这件事情 精华液当然它也会分不同的价位 这三品都是精华液 那这两个是同一个品牌 然后呢这两品其实比较特别 他们家品牌其实是提倡用益生菌养肤 很多人的皮肤会有一些痘痘啊 这一些不稳定的状态 他就是把它想象成就是 你的土壤出了问题 你就是要重新养它 那他其实这个就是针对 就是说脸上比如说有一些瘦疮啊 常常会痘痘啊 有伤口啊这一些 要用益生菌去养肤 益生菌我们以前都觉得说是吃到肚子里面 让你的肠道健康有好菌 其实你的脸上如果有好菌 就不会长痘痘 然后呢这一瓶呢 它其实就是以益生菌为一个出发点 然后去让你做到一个养肤 那这一瓶呢就是属于补水的 所以我会白色的先打底 然后再擦这一瓶粉红色的 那它其实就含有一个B3的一个成分 这两瓶啊 以一般人家用精华液来说 它们的质地会再偏更浓稠一些些 就是它是用像这样子低管的 那因为我是干性的肤脂 所以我就会很喜欢这种剂型 它用起来的这个触感呢 比一般的精华液 我觉得它是有那种油包水的感觉 所以你擦上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会有一种蜂膜感 它有个光泽 有一种就是我把你的养分全部封住 然后它现在就是会全部吸收进去 因为我的脸是比较干的 所以我用起来的那个体感感受 其实是蛮强的 如果你是肌肉比较不稳定的人 我其实蛮推荐用这些益生菌的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一瓶呢 我会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 你知道台湾的冬天 其实我的脸是那种干嘛 所以我用这一瓶的时候 它会有点比较像油 我刚开始用它们家这瓶的时候 我有点点担心 我想说会不会脸就是油油的闷住 然后反而我的肌肤就长东西 擦完的时候亮到爆炸 隔天上妆都 欸 也是亮到爆炸 虽然它这一瓶可能要1000多 但有效啊 它就只要用一点点 就像这样子 你看它像低管它长这样对不对 像我擦过多用半管就好了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剂型 它是这样像这样子 它比较偏比水再堪吸一点 它其实延展性非常好 我刚刚只是滴一小滴哦 半张点就够了 然后它一样会有一种就是风膜感 基本上擦完这两瓶之后 你就会觉得肌肤的水量感 整体整个就很大提升 这两瓶其实搭配起来我满喜欢 然后它还有另外一瓶是金色 那金色的那瓶就更有一些些 但金色的那瓶有的时候我会擦在身上 当作是身体油来使用 那当然你说熟灵肌肤啊 这两瓶就够用了吗 蓝蔻的这一瓶 这个小黑瓶 那这个小黑瓶 它就是有它的价位在嘛 其实蛮多人就是会很推这瓶 尤其是像我这个年龄层的 他们用这瓶就会蛮有感觉的 那它一样是像这样的滴管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精华喜欢用滴管 好处就是说取用方便 跟维持它的这个干净的程度 这瓶其实用起来 就像大家评价一样啦 它其实这个延展性啊 这些保湿度 其实也都不输这两瓶啦 使用的方式跟体感来讲 这个品牌卖3000 我觉得是在一个很合理的范围 我也没有觉得它卖的特别的贵 所以如果是一般的 比较年轻的女生 你可能觉得你现在 冲用瓶3000的精华液太贵的话 那你就可以冲这两瓶 那当然就是你觉得值得啦 要用一些好的东西啊什么的 要追求大品牌的人 我觉得你买这一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像这一瓶的话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脸 其实我脸脖子啊这个地方 其实我都不会放过 那很多人会觉得他买这些很贵的 如果我只擦脸还要去擦脖子 我这一瓶很快去用完的话 那我就跟大家讲 你的终极用法可以怎么用 这一瓶拿来擦脸 这两瓶去擦脖子 其实价格是一样的 你就不会有那种心痛的感觉 眼霜的部分其实我觉得 它会有一些差别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什么样的肌肤形态跟年龄 它会对应到你使用的成分 跟你的口袋的深度啦 跟你觉得CP值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保养的时候 他们都追求一种CP值 那这一瓶呢就是杰洛尼斯嘛 眼霜其实就是淡化眼周的细纹 那其实眼霜有分非常多种啦 它有剂型 它也有像这只比较凝胶类的 那也有霜状 这一瓶就会比较轻一点点 它不是那么厚重的乳霜剂型 如果你的眼周肌肤比较敏感的人 我建议你可以用凝胶类 就比较不会长肉芽 这一瓶呢680 但是这瓶的CP值很高的原因是 因为你有没有看到它这个地方 很像一个按摩筒 所以它就是可以在你挤出来的同时 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做到按摩这件事情 直接帮你做到穴位 这边啊你要点眼头啊眼尾啊 你都可以直接做到一个按摩 因为它里面有A唇 所以预付是不能用的 这只我就会比较属于就是白天上妆前使用 但是我会注重防晒 然后呢另外一只呢 就是会在晚上的时候用 这也是蓝扣的 这两款你自己再用体感上来一下 你会怎么比较的 这个比较力量啊 所以我就是晚上睡前的时候在用的 剂型上面会擦的蛮多 因为这瓶会比较乳液状 这瓶会比较乳霜状 所以这瓶会比较厚一点点 那这瓶的厚就是会让我在 比如说我敷完的面膜 然后我就会这样子按摩这样 针对眼周的部分 然后因为它的剂型比较厚一点 所以你就是要轻轻的点点点 然后把它这样子推开 它会比较需要一些 按摩手机 这一只呢它也可以早晚用 我因为都有的关系 所以我就会在这只就是白天 欸欸欸 而且它比较轻 它比较不会跟底妆打架 平价的跟贵的 其实我都是可以混搭着用的 最后一个呢就是乳霜类 那我要先讲的就是 有些人会用乳液啦 那我自己是偏用霜 为什么 因为我的脸比较干 所以有些人会在晚上的保养结束之后 比如说这些精华液完了之后啊 眼霜完了之后 然后它会擦一个乳液 这个是你个人的选择 我个人喜欢擦到霜 那我就先从这一罐便宜的好了 它其实一整套是有几个系列的 我觉得750块买一瓶霜其实蛮好 那因为燕麦本来就是 有一些过敏肌肤 像我以前也是皮肤较敏感的人 我也会买一些含有燕麦的乳液身体乳 那它其实是这瓶面霜里面 它是含有燕麦的成分 其实对于稳定肌肤啊 像有些季节在变化的时候 有些肌肤会有一些泛红啊 或者一些敏感肌状况产生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瓶还蛮好用的 这个系列也有搭配什么精华液啊 其他一些东西 我自己会用这瓶的原因 也是因为身边的人跟我推荐 所以我就发现就是这个燕麦的修复性 其实蛮强的 那你看它其实就是比较像霜妆 比较白比较厚一点这样子 所以你看你擦的时候它会像是这样 它需要一点点按摩的力道 就是去把它推舞 那海洋拉娜这瓶舒服乳霜 一直以来都是它们家的经典商品 它有两种技型哦 有一个是比较厚一点的 那厚一点的那个是要在手上先这样子按开 然后这样子按在脸上的 那我喜欢的是这一个舒服的霜 这个舒服的霜的好处呢 就是一开始买 我从30ml开始 然后呢我那时候开始用的时候 我觉得说以一个7000多的这种质感感觉来说 好像还不错 我什么时候用它最有感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我有一阵子我的脸上有那个 蕴麻疹 肿一颗圆圆的东西 我就冲去海洋拉娜的专柜 我就坐下来说小姐 我现在请问一下 蕴麻疹可以用吗 可以啊 你确定吗 可以啊 擦了会好吗 皮肤越擦越有感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若是本身皮肤啊 你没什么感觉 但是从0到100就有 我就直接给它拜下去 反正我本人的实测 25,000是把我救回来了 那我觉得我这张脸是无价 好啦以上就是我觉得 我这一次小小分享的一些啦 喜欢看什么底下在留言啦好不好 我是个人蛮推荐身体乳啦 如果你要的话 可以让它看点其他的别的东西 好啦 订阅按钮小铃铛打起来 再见拜拜